日前,宜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组织20多名来自伊朗、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到宜春市圆州区南庙镇中村村看表演、学武术、包粽子、精神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 留学生们观赏了武师表演和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庙武术表演,并现场拜师学艺,跟着南庙武术传承人学习中国武术,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。 包粽子最受留学生们的欢迎,吕粽叶、甜糯米、风口捆扎,大家一步步照着示范做,在欢声笑语中粽子一个一个成形。 这次活动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,这也是宜春学院留学生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今年第二次,近三年第六次登上人民日报的版面。